《阳光总在风雨后》 《中国女排的故事》 作者是宋元明 1981年11月 经过了四年魔鬼般的训练之后 女排姑娘们 在教练袁伟明的带领下 出征日本 参加第三届世界杯的排球赛 在开幕式上 按照传统 未免冠军 日本女排的主将横山树里 将冠军奖杯 交还给了国际排练主席鲍尔利伯 这一短暂的交接仪式 意味着过去四年的排名 正是清零了 每一支参赛队伍 自此都将参与到 新一轮的角逐之中 所有人都凝视着那支奖杯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 心中充满了难言的渴望 和强烈的激情 11月7日 中国女排 在东京代代木体育馆 迎来了第一个对手 南美冠军 巴西女排 谁也没想到 中国女排 仅用45分钟 就以3比0的大比分 取得胜利 接下来 中国女排第二个对手 是曾经八次获得 世界冠军的苏联女排 苏联女排 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 逐渐让位于 东洋魔女 日本女排 但她们的实力 依然不可小失 尤其苏联女排的身高优势 更是中国女排 无法企及的 然而 中国女排 同样大显神威 再次以3比0 立刻对手 识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 中国女排 果然与四年前 大有不同 结束了东京的征程后 中国女排继续北上 来到北海道的首府 札幌 书中写道 宾馆巨大的落地窗外 白血纷飞 银庄素果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 却在屋内排队 等待队医的治疗 因为姑娘们几乎是 人人都挂了菜 曹慧音的膝盖里 埋着钢钉 中苏对决时 正是这名27岁的老将 适时登场 阻断了苏联女排的 翻盘之路 喜欢同袁伟民 抬杠的陈昭帝 此时疼得 呲牙咧嘴 同时还不忘 头头是道地 点凭对方的战术 陈亚琼的胳膊上 也绑着绷带 稍微碰一下 都会疼得 倒吸一口凉气 郎平的腰伤 尚未痊愈 几乎是绑在身上的 一颗定时炸弹 看着这些 坚韧顽强的姑娘们 袁伟民暗自祈祷 一定要让他们 拿到世界冠军 这无关名利 甚至无关梦想 只是因为 他们值得这样的荣誉 接下来 中国女排 历措韩国女排 保加利亚女排 古巴女排和美国女排 六战全胜 无一败继 曾经想都不敢想的 世界冠军之位 如今是近在咫尺 然而 他们将面临夺冠之路上 最后一个最大的挑战 那就是上届冠军 多次将中国女排打败的 东阳魔女 日本女排 1981年11月16日 中国姑娘和东阳魔女 在日本大阪体育馆 迎来了最终的对决 那一天 整个大阪体育馆 人生订费 一票难求 中日女排大战 鹿死谁手 成为本届世界杯的 最大悬念 日本女排的主帅 小岛孝智 在世界杯开始时 按照日本传统 蓄须明智 表示 不拿到冠军 绝不刮胡子 而此番她入场时 袁伟民却发现 她那一脸胡须 刮得干干净净 小岛孝智 似乎也注意到了不远处 那双正在端详她的眼睛 她抚摸着下巴 意味深长的一笑 甚至还冲袁伟明 做了一个鬼脸 此举无非是在向中国女排宣誓 冠军已经是日本女排的囊中之物 欺人太深 必须拼了 被激发了士气的中国女排 攻势伶俐 连赢日本两局 按照世界杯的积分规则 中国女排此时已经是拿到了 第三届世界杯女排赛的冠军之位 然而就在此时 谁也没有想到 日本女排夺冠已然无望 却越错越勇 开始奋起之追 俨然已经杀红了眼 全场的日本观众 高声为本国选手助威 喊声震天 而中国女排却因连日的紧张和疲劳 有些力不从心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女排 将笔分追成了二屏 袁伟明申请了暂停 望着不远处一脸杀气的日本女排 和场上情绪激动的日本观众 她对已现皮态的女排姑娘们说 你们不要以为 你们已经拿了世界冠军 如果输了这场球 你们就等于做了家身饭 如果你们最后输给了日本 那么就算是小分拿了世界冠军 也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 是啊 中国女排队伍自诞生的那一天开始 所求的就不只是争领奖台上的胜利 他们更希望 向世人展示中国女性敢于竞争 不甘落后的勇气和决心 这场对决早已不是奖辈之争了 而是士气之争 荣誉之争了 中国女排在袁伟明的激励下奋起之坠 让我们来看一看 这场王者对决的关键时刻 第五场开局以来 中日女排的比分咬得急死 无论哪一方取得微弱的优势 另一方就会迅速将比分追平 就这样 中日女排一路厮杀到了令人窒息的15平 终于凭借着两次出色的防守 中国女排以17比15的比分 艰难地战胜了日本女排 七战七胜 中国女排终于毫无遗憾地 如愿捧起了世界杯的冠军奖杯 58年前 也就是1923年 在日本大阪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 不敌日本女排 黯然退场 带着无限的遗憾和心酸 返回了贫弱的祖国 而58年后 同样是在日本大阪 中国女排姑娘们 战胜了东阳魔女 荣英女子排球运动的世界冠军 历史往往就是在不经意间 实现了轮回 而能有幸见证着一历史轮回的人 该是多么感慨和自豪啊 女排姑娘们抱着一堆爱国华侨赠送的毛绒玩具 坐上了飞回北京的航班 他们还不曾料到 此时他们已经是中国家喻户晓的英雄和明星了 为了迎接他们 北京的政府各部门几乎是全部出动 从他们再次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起 他们的一生都将和中国女排 这四个字永不分离 人民日报用整个头版庆祝中国女排夺冠 社会各界给女排发来的贺电如雪花般飞来 中国女排成为了国家的英雄 因为这个国家在当时太需要英雄了 中国女排的成功 为当时百废戴心的情况下 开始改革开放艰难历程的中国人 注入了重建国家的信心 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口号 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女排姑娘们也成为了全民偶像 然而那时人们很难预见到 中国女排未来的路是布满了荆棘 充满了坎坷 欲知详情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读这本书 阳光总在风雨后 中国女排的故事